工具人其实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工具人的嘛 它是由自己的行为和对方的任性 这两个相加之下促成的结果 所以你不能只怪女生 因为你会成为工具人 有一半的原因是出在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你身上的那一半 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 才会让一个好好的人变一个工具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委轩Jesse 今天我想要聊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那些人到底怎么成为工具人的 我其实一直觉得利用和喜欢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但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工具人的例子了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智商就会减半 所以你看你的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当你自己处于那个情况的时候 好像就不太确定对方到底是喜欢自己呢 还是想要利用自己而已 工具人其实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工具人的嘛 它是由自己的行为和对方的任性 这两个相加之下促成的结果 所以你不能只怪女生 因为你会成为工具人 有一半的原因是出在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你身上的那一半 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才会让一个好好的人变一个工具 工具人本身通常是没自觉 或者是后知后觉的 而且你会发现只要某个人变成工具人一次 那么接下来他要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百次的工具人 也不是男士 那为什么都是人 有些人就是不会成为工具人 但有些人 他就是逃离不了工具人的命运 要成为工具人的第一步 就是把自己喜欢的女生当女神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耶 你明明就知道他也只是人类而已 到底是为什么会把一个人当作神来崇拜 今天你只要把对方当作女神了 那就表示你自己自降一格咯 所以你之后就绝对不可能以平等的立场去跟他相处了 因为你心中就觉得他是神嘛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神圣的 他的任何要求你都会回应 那么这不就是把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吗 你越奉承他 你越顺着他 就越显现了他的地位比你高 所以你不敢跟他唱反调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们才会有这种恶性循环 你们一定要记得 今天不论你喜欢上的多优秀多漂亮的人 那个人跟你一样都是人 所以他不能去践踏你的感情 他不能去利用你 也不能去欺骗你 今天他有资格对你发脾气 你也有资格对他骂脏话 一段健康的关系绝对不是 有一方一直去付出 而另一方只是负责接受而已 一定是有来有往的 所以当你发现 你们两个之间是处于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啊 那你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你自己把对方视为女神 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的结果 成为工具人的第二步 就是会把对方难得的一点点的小感谢 视为什么天降大理之类的 像是你可能帮他做了三个学期的报告 但他给你的谢礼就只有在家庭餐厅吃一顿饭 而如果你这个时候 因为他请你这顿饭而感到开心的话 那我相信你绝对是个称职的工具人 诶 你要想一下你帮他多少忙 而他给你的谢礼却是那样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吗 很多工具人之所以会成为工具人 就是因为他们只要尝到一点点甜头 就会觉得那是对方对他有好感的信号 我要跟你们说 他们之所以会表达那一点点感谢 是因为他们就是知道 只要这样一点点的心意 你就会死心塌地的帮他做到死 那这样子的交易不是很划算吗 所以当女生用各种方式表达他的谢意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稍微看一下 你为他所付出的 跟他所表示的 是不是不成正比 如果是不成正比 那你就应该要知道 在他眼中 你的帮忙对他而言是理所当然的 要是你发现了这样的状况 而你还是继续帮他的忙 期待他会有所改变 被你感动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你绝对可以当一辈子的工具人 那慢慢成为工具人的第三步 就是他会一次一次的去探你的底线 像是一开始是要你帮他做这次的报告 后来到下次要交报告的时候 他又来找你了 但因为你第一次没有拒绝 再加上他又是你喜欢的女生 所以第二次也变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因此你就会帮他做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的报告 此外呢 那种女生还会去试探 你的容忍底线在哪里 除了要你帮忙做报告以外 可能偶尔也就会打电话来说 诶我现在在哪里 你要不要来接我 所以一开始你可能还会觉得 他需要帮忙就想到我诶 他愿意坐我的车诶 还觉得 哇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近距离相处 而觉得很开心 但慢慢的你发现 本来是一个月可能要去接他一次 接下来就变成两三个礼拜要去接一次 慢慢的诶 怎么两三天就要去接他一次啊 但你就是觉得 哦这点小忙没关系 他是我喜欢的女生 说不定会这样子被我感动 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让他占你便宜 等你回过神来 你才发现 诶为什么他的报告都是我写的 他的电脑坏了 我要帮他修 除此之外 平常吃饭也是我要帮他付钱 最奇怪的是 周末他跟男朋友约会完 我还要去接他回家诶 当你喜欢的女生 开口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知道是真的真的很难拒绝 但是你们也该看一下 是什么忙 他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向你求助的 很多时候他要你来帮忙 并不是他自己做不到 而是他懒的去做 他不想做 他知道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的帮他做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然是想要让自己轻松一点啊 如果今天不想要人家利用你 那么当你发现别人有利用你的这种倾向时 你就应该要停止去帮别人的忙 而不是在帮完对方的忙以后 才在抱怨对方只是在利用你 最后一个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所有所有工具人都一定会经历到的 那就是 对方就算跟你说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还是跟他说 没有关系啊 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 拜托全世界都知道 你没有把他当朋友 你只是想要借着去帮他的忙 来让他心动 来让他投向自己的怀抱 所以他就算跟你说 他有男朋友了 你也不以为意 因为你已经为他付出太多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放弃 就会觉得很不甘心 反正都等了那么久 那也不差这一阵子啊 而且要是我比他的男朋友更好 那他说不定就会喜欢我了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天真 如果今天他会喜欢你 那么他一开始就不会利用你 你今天越是被他利用 就越显得自己离不开他而已 所以当那个女生已经跟你说 他有男朋友了 那真的没有必要在他旁边守下去了 前面你还可以跟我说 你在等让他感动的机会 但是人家现在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你现在到底在等什么 他有男朋友了 而那个男朋友却不是你 那你应该就要认清事实 这表示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以前不是 今天不是 未来也不会是 所以男生们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真的就死心吧 及时止损 才是聪明的做法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正在慢慢的朝着工具人迈进 那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 你应该要停下来了 不要等被人利用完了 才发现 浪费了青春 又浪费了眼泪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今天的主题 有帮助到你 我是卓尔圈Jesse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麻烦帮我订阅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赞塞